现在来到了水泉街啊 在这个街角的位置 它有一个相当于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 挺大的一个广场 挺好啊 水泉街也是一条很随机的小街啊 但是比刚才那条街稍微宽一些 旁边全卖熟食了 我才要过车数 特大行地区 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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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栏上黄豆 麦芝 至家做的麦芝 六元一斤 酸菜 东北酸菜便宜了 热不丽 橫麦芝 真甜的 蛋饼 制作的蛋饼 太好吃了 好 我没有啊 这家开有日没开 我没有啊 我没有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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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这个人行道挺宽的 鸡肉卖海鲜了 鸡肉卖海鲜了 这又得多加哥 笑什么啊 行吗先录到这儿吧 现在还是在水泉路 水泉街 现在正在往那个山海关车站的方向 然后回走 刚才去加贵超市买了一包湿巾 先买了一瓶饮料 回来了 现在刚才开了一个清菊单车 是吧 然后现在到了铁路的这边 铁心街 刚才本来想弄一个这个骑行支架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螺丝出了点问题 不过这个清菊电单车 虽然也是收费三元 但是我感觉它比那个哈喽的助力车 感觉要稍微好一些 它这可以完全电动 就是我根本就不用自己骑 哈喽那个好像我还得自己稍微骑一会 就是一个正儿八经小城市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骑登车来山海关 感觉像发现了一个新城市 特别激动 这可能有点偏了 也是个小区 也是个小区 现在又回到了这个 就是25路公交车的主路上 然后我现在就要 说25路回奇航岛市去了 本来刚才是想买点小吃吃的 有几个闸串店看下来 但是 他忙关门了 算的就这样吧 今天的 山海关之旅 结束了 来到柳平交车站 山海关二中车站 好 那边就有山海关二中 应该是学生们等着进学校 可能是快要下午上课了 哎 不对不对 现在才刚十一点半 应该是家长们等着接孩子呢 快中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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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